先來談一下 金門狀禪翻覆 導致兩位大陸漁民死亡事件 整個事件在台灣 目前在金門談了15輪 已經談崩了 所以真相沒有 道歉沒有 最後在離開的前一點點時間 我方拿了一些所謂的 撫慰金要給對方 這個部分我想 昨天大家看辣碗報的話 我們花了蠻長的時間去琢磨 那個畫面也放出來給大家看 我個人的感覺是 感覺真的很差 二度傷害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不細講了 我說在攝影鏡頭前面 塞錢這件事情 更何況人家家裡面 是正在辦喪事 所以這個做法是不是故意的 我們留個懸念 但是我們先從最新的開始談起 臺灣民眾最關心的就是 在民進黨這樣的刻意 把事情搞大之後 接下來怎麼辦 因為大陸群情沸騰 總得也要對他們內部民意 有個交代吧 所以上次裴洛西來 臺灣的巨大損失 比方說什麼中線等等之類的 這次我們會遭遇什麼 最新的消息就是 在昨天大概午後跳出來 大陸的挖泥船 大動作來了 那出現在這個金門的海域 當然挖泥船 顧名思義就是要輸郡的嘛 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還蠻陌生的 就出現一個所謂的 流武電航道 據說要在這裡進行輸郡 那輸郡以後幹嘛呢 就是大陸大型船船 船船以後就可以走了嘛 那這到底意味著什麼 對我想就是進一步落實 就是說沒有所謂禁止水域 然後就是說金門周邊的水域 是整個的主權跟治權 都屬於中國大陸 對 都屬於大陸 我想就是說這個主張其實是 中國大陸本來就是這個主張 那可是因為兩岸的默契 所以這一部分就是說 沒有去完全的實踐 也就是說等於說是維持 兩岸的一個默契 一個友好氣氛吧 就是說還尊重歷史事實吧 那也不是尊重 就是沿著歷史事實 對 那繼續做 那現在的話發生了這個 大陸現在定調這個事情 叫我已經聽 我最近看節目看 叫214惡性撞船事件 對 這大陸的定調 這次事件已經定調了 那麼我想就是把最一開始 就是說大陸說 沒有所謂的禁止水域 這個都是中國的水域 那現在呢就用實踐 來把這個主張落實 那也就是過去就是說 有這麼一條 有這麼一條傳統的水道 這個其實就是航道 就船都是走這樣航道 其實我想董海的人都知道 其實海面這麼寬廣 可是下面的深淺不一 那你要進行比較大船的要走的話 有沒有暗礁的話 你一定要有航道 對 我們先把這個位置圖 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它是一個局部的一個圖 所以可能看不太清楚 這個地方就是金門 這是大金門 這是小金門 所以中間的這個過去 叫做金門水道 金門水道 叫金門水道在這裡 傳統的水道 但是大二膽在這邊 這大二膽 這也就是現在還是 就是這個過去 從過去到現在 都還是台灣的軍隊在駐守 所以它過去是在我方的 所謂的進限制水域裡面 所以進限制水域 它是這樣畫的 是把大二膽畫進來的 但是你看到 這個劉武殿的水道 它是穿過這個小金門 跟大二膽中間的 從這個中間過去 也就是說 就是大家所預期的 進限制水域不存在 這就是一個實踐 那你看它書訊中的 是在這個南邊 就是在小金門的南方 那我還是要問一下 這個介老師就說 那為什麼過去不走這一條 這條是特別好走嗎 我覺得就是說 當時就是說 兩岸之間有一條默契線 那台灣就一直講 這叫進限制水域 它就畫了一些圈 這次發生衝突的 也是在進限制水域 進限制水域 我先講一下 這是我方單方面畫的 單方面畫的 那大陸過去沒有去 沒有去用實際行動來挑戰 對 那我覺得是一個默契 默契 其實所以過去它是這樣畫的 進限制水域 從金門 廈門 小金門 這邊就廈門島啦 這就廈門島啦 從這邊畫過來 然後因為大二膽的關係 所以就這樣畫 但是你看看 因為這個實在是 廈門跟這個金門 小金門實在是很近 那廈門大家知道 這個廈門港是全球的 第十四大港 所以它這樣一畫 過去基於默契或是善意 大陸也就一直很尊重 我們這樣進限制水域 沒有超過 但是這會讓這個廈門港的進出 受到很大的限制 當然受到限制 當然受到限制 過去因為廈門港 沒有這麼大的吞吐量 那它現在吞吐量這麼大 它當然對這種傳統的水域 最好是水道它還是很重視 可是還是尊重兩岸的歷史線 事實 所以它一直沒有 到這個開通這條航道 那可能是走邊邊 或走哪裡過去 那現在就要直接過來了 那這個節省時間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我看了有一些大陸網民 也在介紹這條水道說 這從宋朝的時候就有了 因為當時中國的這個 所謂的海上思路之道 海上思路 很多是從泉州出去的 泉州出去的中國的陶瓷 絲綢 這個六五電水域就存在了 所以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歷史性水域 那這個航道 這個航道 所以過去因為兩岸的關係 所以它就不通了一段時間 對 大家看到 我們的這個進限制水域降劃 所以它過去大陸走 它都是在這個縣的左邊 對 它沒有盡量不進到 這個新鮮的水域裡面 對 善意跟默契 但是現在在這個中下方的 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它開始輸距 那未來它就要穿過 小金門跟大二代 大二代之間 穿過 那當然就是說 第一個是在這個 航運上的一個必要性 對於廈門來講 會更加便利 它的這個貨物吞吐等等 你看到去年它的吞吐量 像是一千兩百八十萬標箱 全球第四大 這個 十四 對 第十四大 所以如果說它能夠走 它原本該走的水道的話 對它來講 這個會更加的方便嗎 更加方便 但是另一頭就是 這個走法就是改變現狀了 改變現狀了 也就是說 不接受你所謂 淨秩序水域了 大陸也已經說了嘛 不存在所謂 淨秩序水域 這個說法嘛 那所以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這個地方 我想怎麼走就我的走 這是我的主權管轄的水域 因為大陸的 對兩岸關係 它認為 台灣都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那所以就是說 中國主權是 給予整個台灣相關的水域 那更不要說金門 金門本來就是一個 很特殊的一個情況 那現在很多理論在講 什麼這種所謂期待 期待理論 就是老講 有刻意要留到 這兩個期待 一個廈門 一個金門 一個馬祖 跟大陸之間的怎麼樣 一個聯繫點 那還有一個大陸講的 就叫什麼 就叫這個 叫什麼 什麼牛啊 我忘記了 大陸叫 什麼 紐帶嗎 是的 也是類似的啦 就是說 也是就是說 這兩個驚嚇就變成鎖住 台灣跟大陸關係的 兩條紐帶 那這個線 要一個連接點 那所以美國人一直不希望 台灣保存這 驚嚇兩個島 他希望兩岸之間 沒有什麼樞紐紐帶之類的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當然尊重這個歷史事實 那可是這一次的 二一四的事件以後 事實上的話大陸就 我覺得啦 就直接把金門水域附近的 治權拿回來 第一個我想要問介老師 當然這個部分 它的政治意涵很高 雖然有些實質上的功能 第一個你看到 它這個編號型號 都寫出來了 非常的清楚 所以至少是五艘 而且這恐怕還是剛開始 五艘這個挖泥船 大家知道大陸的挖泥船 現在也很了不得 全智慧化 對不對 它自動定位 一天24小時 一年365天 是全年無休的 它可以節省人力 過去在菲律賓 我們看到這個 也常常就出現 所以它本身的科技含量 技術含量非常的高 技術也很成熟 那這次我相信 它的該挖的速度 輸郡的速度也都會很快 那對我們來講 好就問題來了 我們認為這是進限制水域 但是人家現在已經穿透 小金門到大爾丹中間過來 請問我們的海巡 該如何應處 海巡基本上是沒有 那個力量應處 就是說你知道 現在金門我們的駐軍就三千人嗎 那我的瞭解就是說 海軍尤其的弱 好像是因為忠孝在負責吧 就是說位階也不高的 那個整個的 就是說以實力來講 是不成比例 這個部分 當然會有一些邏輯上的矛盾 比方說這次大陸渔船來 你給他的罪名叫做 因為他越界 所以你要驅離 要登檢等等 那如果說人家的輸郡船 就是蛙泥船 那也是越界啊 而且越界越的蠻多的 那所以難道海巡不處理嗎 海巡基本上你只能驅離 對不對 因為照這個 我覺得國際慣例來講的話 這個時候海上的話 有時候無害通過 它基本上它是無害的 它不是有 它是在輸郡這個水稻的 對 沒有錯 就是說在這個海上 當然比實力啦 我們的海巡大概也 講得白一點 就是沒有能力驅離 但你覺得民進黨 會如何看待這個事 如何論述 還是說乾脆蓋牌把它蓋掉 因為到此刻為止 我也沒有看到 目前民進黨官員 對於這個事情有任何的表態 民進黨就封鎖新聞 就當它沒發生 民進黨吃憋的時候 它就是不讓你知道 它要佔一點便宜 它就搞得全世界都知道 這就是民進黨風格 你看當時裴洛西來的時候 大陸飛彈從台灣空 民進黨就說就不承認 最後是日本人 把它揭穿了 它才勉強承認 所以可以下降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大陸的挖泥船來 它的整個進行過程 一定會非常順利 不會受到任何我方的干擾 我覺得不會 一點都不會 一點都不會 所以就會在如期完工 然後他們的船就一艘一艘的過 然後台灣當局 就當作沒發生這件事情 對 因為這個就這樣國際水域 對 那對於大爾膽 或是小金門 或是金門來講 會有任何影響嗎 我覺得也不會影響 也不會 對 事實上我前一陣子 有個朋友剛從金門回來 我說金門那邊緊張 他從金門 廈門他兩邊都去了 他說好像沒什麼緊張關係 沒什麼緊張的 兩岸其實上你說 你今天把那個大陸的船 從這個金門跟廈門 就是說小金門跟大爾膽之間 通過的話 那一個例子有了以後 以後就變成常態了 當然就金門蠻特別的 因為金門說實話 喝廈門的水 這個雙方常來常往 這個本來就是血濃於水 然後另外一方面 民進黨在金門是永遠選不贏 這個金門我說 他跟民進黨 其實就是站在對立面 所以我還是 就是我們最近都在討論 就是民進黨就是 根本就是不太想要這個金馬 但他又沒有辦法 主動雙手奉上 所以他現在就在 怎麼講 挖個坑設個局 他就希望大陸 逼著大陸拿走 最好是用動手的方式拿走 讓他又獲得了一個 在國際間哭天搶地的機會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他這個事情是往嚴重 往鬧大的角度上 在發展 不斷激怒大陸 然後要發動網民 講一些完全就是要激怒 大陸的這些話 那我覺得基本上 他就是有政治目的 他的戰策略就這樣 可是問題就變成說 你今天民進黨 再不喜歡金門跟馬祖 他也不能雙手奉上去給大陸 那他所以希望大陸把它拿走 對不對 那大陸如果不拿的話 他也沒辦法 那他也不能說 我金門下門我送給你 現在金夏雖然是在靠近大陸 只有咫尺的關係 離台灣到比較遠 可是這幾十年來 我說金門馬祖 跟台灣的感情 是已經割舌不斷了 結果我們就說台灣人來講 不管什麼年齡層 對金門馬祖的人 我們都認為都是自己人 你民進黨你想要出賣自己人嗎 這個民進黨也會受到 受到很大的譴責的 所以他激怒大陸上 希望你就把它拿回去 然後是被搶走了 那正好把這個事情弄大 那大陸如果說我沒有啊 我基本上我還是尊重啊 可是我把它的治權拿回來 也就是說你那個禁止水 我現在不承認 按關夏雖 而且這一道航道一開通的話 基本上也不是屬於什麼 內水的航道 這不是就是說中國 中國的船舶才能走 它是一個國際航道 可能各國大國的這些船隻 都要經過 因為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航道 所以造成繼承事實的時候 我覺得民進黨是束手無策 所以我覺得到現在 它非常怎麼樣 它不敢坑氣 然後呢就希望這件事沒被發掘 然後變成事實以後 它就怎麼樣 它就好 它就好 假裝沒當回這回事 對到此刻我只對台灣影響很大的 一個就是最新的 劉武電航道 另外一個就是讓大家蠻驚訝的 就是台灣東部海域 24海里 大陸三艘海警船也突破了 那這個訊息很有意思 這個訊息我們看到 台灣怎麼發布呢 台灣是把它夾在一坨新聞裡面 寫了一點點 就說大陸11艘船艦齊發 然後什麼我放如何應處 然後什麼按照這個什麼常規 對呀等等之類的 但是你看到大陸網媒的這個寫法 你才赫然知道真相 因為金門帆船事件發生之後 大家預料的就是 金夏海域會被沒收 金門水道會被沒收 但是這次注意是東部海域 突破了24海里 那我就看它這個細節 大陸網媒寫得很清楚 就說早上十點多鐘進來 據說呢跟這個我方 雙方一路糾纏 當然這我方可能就 一步一去跟著了 一直到晚上十點多 所以但時間長達十幾個小時 到了晚上十點多呢 大陸這幾艘海警船 就用了一個理由 說要閃避漁網 對 所以就轉了一下 就進到了24海裡 雖然時間不長 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節點 所以你怎麼看 那我方的這個民進黨政府 基本上也完全沒有描述 這個事情其實你就看到 民進黨的它拿捏這些事情的 它有一個怎麼講呢 有一個上限 就是說這件事如果發生的話 事實上會影響 臺灣內部的民進士氣 最後對民進黨的在臺灣 會不利 也就兩岸關係緊張到 一個程度的時候 臺灣民意會轉向 轉向什麼就會比較唾棄 他們在搞台獨 像上次裴洛西來就是這樣 對 就是你們搞出來的禍 所以事實上 臺灣民意大轉變 就是上一次就是說 這個裴洛西來 那對民進黨你可以說 它故意遮掩很多 對臺灣來講是很嚴重的消息 因為它知道這種消息出來以後 臺灣老百姓就說 你小打小鬧就算 你鬧得這麼大 大家日子就不要過了 所以反而會不支持民進黨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對民進黨來講的話 他希望大陸對臺灣做出 比較怎麼樣 讓感覺不友善 大陸對臺灣不友善 欺負臺灣霸凌臺灣 他做到一個程度 可是再嚴重下去的話 那民進黨就拿不到好處了 反而就黑白變色了 變成對他不利了 所以這個過去好幾次 就裴洛西事件以後 好幾次有關媒體都披露說 中國大陸軍艦好像已經 進入到十二海里了 怎麼都沒有回應 那時候還爭論蠻久的 因為大陸公佈了一張照片 就是說大陸的解放軍海軍 在他的軍艦上 照了一張相片 然後對面是花蓮的 有一個顯明顯的地標 然後就有專家說 照這個照片的顯示方式 這個軍艦已經是十二海里吧 這是很嚴重的 民進黨的反應是什麼 全力來否認有這件事 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這種事情 因為他們的評估就是說 對臺灣明星的這種影響震撼 刺激太強 對民進黨執政不利 所以他就刻意要壓 對但我要問這個老師的事情 你記不記得在這個 翻船事件一開始 我方的防長邱國正就說 我方的軍隊是不會介入 那當然邱國正就是佔中心 當然這個新聞 在大陸也是廣泛刊登 但是在這次三艘海警船 他們是2303、2304、2305 來的過程當中 我方海巡派了南投艦 那軍方出動了寧揚艦 這個部分就很特別 因為軍方不是不介入嗎 大陸來的是海警 所以我們派南投艦 他也是海巡 這是OK的 那為什麼寧揚艦要出動呢 我覺得這裡面 其實軍方又有一個小的動作 我是注意到了 其實這個事情 國防部他們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那個大陸的三艘海警團 進入我們的這個臨街區 他說那個海巡署的反應 非常的慢 也就是說他們沒有進到 好自己的責任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預留伏筆 也就是說海巡署事實上 反應太慢 才會有軍方的介入 那所以他為了軍方的介入 事實上他預作一個伏筆的說明 但是我方的軍艦的出動 會不會讓整個事態升高 因為對於大陸來講 當然你可以講 又有個原因或是個理由 對不對 本來來的是海警 但是你出動的是軍艦 然後呢 然後我覺得 大概就到此為止了 我覺得邱國正一開始講 軍方不介入 其實這就是民進黨 整個策略的一部分 我會跟你升高衝突 可是我不會把軍隊 拉到軍隊的層次 所以軍方對峙的層次 基本上是海巡署 民視的糾紛 它拉到極限 然後目的是創造什麼 創造臺灣社會感覺 中國大陸對臺灣不存善意 然後不承認臺灣的 很多這種既有的治權 那麼事實上 中國大陸在單方面改變現狀 這樣子的一個氣氛跟一種情境 對 但這個部分很特別 因為在連續從14號 就辣碗包幾乎是每天追蹤 我們也不斷的做了一些街訪 很多街訪的民眾 他們對整個事情的細節 可能不太瞭解 對於什麼禁止水域線 也不太瞭解 但主觀的感受就是 既然撞死人了 一定要有真相 對不對 一定要厭屍 一定要道歉 一定要賠償 好像這就是天經地義的 所以如果說 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話 我倒是覺得 在街訪當中反映的 不管是年輕人 大家知道很多年輕人 就是比較不支持藍營的 在這個事情上 從人性的角度 他們倒是都認為 我們的政府做法 似乎是過當了 那我要問這個介老師的 就是說 你覺不覺得 就是中間有一些 不太尋常的部分 包括我又要回到 那個撫衛金的部分 因為我實在是 還蠻有意見的 就是這個撫衛金的 這個給付 我方放了很多的消息 當然你從這個沒有真相 這個沒有道歉 直接跳到了撫衛金 那對於大陸的這個家屬來講 就是一個塞錢 要打發了事的概念 所以主觀上的感受 就不是很好 並沒有說要接受 但是我方就是有點硬塞的感覺 在他們要離開的時候 就是拿了一個 這個很厚的牛皮紙袋 那旁邊 因為全部媒體都在拍 好多家這個攝影記者 所以不可能不知道 那在這個眾目睽睽之下 在人家要離開的時候 再來這麼一手 塞錢 就對方也是不太開心的 把他甩開這個手 你怎麼看待這個操作 這個就是基本上 民進黨知道 其實他們也看 天天看台灣社會的反應 大部分質疑就是說 你怎麼會沒有這些證據 如果證據對你有利 你為什麼不拿出來 當然是對你不利 而且這個證據 應該說你沒有的話 大家都不太相信 海巡署長就想溜嘴 怎麼會沒有錄像 對 你就這個就是說 大家已經 可是另外一個台灣 比較有良知的 不是那種政治意識形態 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 那種獨派的 他就是仇視 大部分就覺得 人家死了兩個人 人命關天 大過年的 大過年的 然後還有人說 這些大過年的 還要在海上 那麼冒著 這麼寒冷的風浪 來捕魚的 都是些趕苦人 就是辛苦人 那所以就是說 從人道關懷 你也不能這樣子的絕情 對不對 冷血絕情 所以這個是他們是聽到 所以他這一次 他一定要公開 要做一個姿態 就是說我們有人道關懷 所以要在眾目睽睽之下 搞一個牛皮紙信封 鼓鼓的 他說裡面有20萬人民幣 然後呢可是問題 大陸說法就是說 你還叫我簽收 你叫我簽收 這是福衛親第一期 對不對 然後讓人家用白紙黑字簽 簽收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說雙方溝通 已經達成了某種共識 某種公識 但事實上就是沒有共識 破局他們才回去嘛 對 這個部分我覺得大陸家屬 應該覺得是完全是被利用啦 當做道具啦 被消費 那我也覺得 民進黨這個出發點 我是覺得真的是 真的是很冷血啦 始終都是在操縱 你又不是誠意 你是回過頭來 要做一個要把它造出來 然後呢在公開的場合上 一直照你手上的那包錢 然後大陸不收 這二度傷害啊 對 他就表示說 我有人道關懷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人道主義 可是他整個的說法 就變成他一直操作 這三無傳 你大陸也要取替 我也要取替 然後呢他不承認有衝撞 對不對 然後最後他認為 執法完全沒有問題 是完全沒有任何違反規定 或者不合法的地方 但是這個部分 就邏輯上的誤明很簡單 就三無傳之是不是必然的 會翻覆會撞死 比方說一個沒有駕照的 一個這個駕駛開車在路上 警察就有權力把他撞死嗎 這完全是兩回事 所以我要回過頭來問一下 這個介老師 民進黨這樣的操作 真的是中間充滿了浮躁痕 那他一定要有個動機嘛 一定要獲得一些 政治上的利益好處嘛 那會是什麼 我覺得基本上他還是借這個機會 鬧出一點兩岸的一件事情 然後把兩岸關係搞得比較緊張 可是又不至於破局 所以他一方面 他昨天他們又發動了一群學者說 這個事情放心不會打仗 因為越來越多人怕會打仗 因為你要知道 民進黨玩大陸牌 玩大陸牌丸子 他有他的上限 他會最後是反傷到自己的 你把他弄得太大了 大陸的動作也很大的話 那大家回過頭來就說 民進黨這些人 就是把大家推到往火坑裡推 因為接下來是520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15輪溝通 其實是15個釋出善意的機會 但是沒有 那對賴清德來講 你看到他這個當選的感言 也是一個釋出善意的機會沒有 所以接下來感覺上 他最後一個機會就是他的520 520這個就職的一個宣言 那這個事情發生在520之前 所以你預期他520 他會怎麼講 我覺得現在的整個的趨向 看起來民進黨是很難說服賴清德 在他的政治信仰台獨這個立場 做一些退卻性的妥協性的承諾 因為阿扁一上來的時候 就做了這個就是說 事不一沒有 在我任內沒有宣布成臺灣成獨立的 這個可能對不對 他就一上任他就說我不會搞台獨 那現在各方也給他壓 包括可能美方也說 你要把台獨這個立場 對 縱結台獨黨綱 所以賴清德一開始就不聽話了 賴清德我想很多人認為 因為他不太可能接受 對 他昨天也前兩天在他們黨內的會議也講 他說民進黨給民間的概念 就是維護主權 對不對 所以民進黨在很多事件要講清楚 要你們這些立法委員要講清楚 要表現得更怎麼樣 更強硬 更什麼 更積極 更積極 更理所當然 他的立場已經很清楚 金門事件之後 這是他第一次有講到 金門這個水域事件 但是內容既然是這樣 這有點事情嫌不夠大 我覺得所以你就排 有人說這個都是蔡英文在搞的 我不太相信 我覺得這裡面基本上是 賴清德跟他所屬的派系 也就是整個的新潮流派系 完全在主導這一次事件的處理 那這次事件處理 基本上看起來就是 要把它變成一個事端 兩岸衝突 然後對立 然後民間之間互相的對罵 然後緊張程度感 可是也不能玩得太高 所以玩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看他就 因為趙春山趙教授 從大陸回來以後 他接受訪問他說 我不排除兩岸會戰爭的可能 結果第二天 民進黨就發動學者出來 就已經來滅火了 他說這個事情不會打到 弄到打仗 可見他也怕台灣的老百姓 會認為你真的要搞打仗 通常民進黨會玩到這麼大 都是在選舉的時候 因為要票嘛 他可以有效的凝聚 他的基本盤 但現在選舉已經結束了 賴清德已經勝選了 這個操作時機跟他過去 讓大家覺得有點奇怪 所以這個時候在這個 我說賴清德還沒正式就任 就玩到這麼大 這是為什麼 我覺得就是說他有危機意識 危機意識 那現在我覺得就是說 可能美方起來壓力是蠻大 還是說他擔心 在拜登選舉之下 中美可能達成了某種共識 他要藉這個事 測試美國的底線嗎 我覺得他也是逼著美國 他有這個膽 民進黨是這樣囉 民進黨你看他從黨外開始 他不斷的他是主動製造事件 這個什麼原山飯店事件 什麼什麼 這個美麗島事件 他們的名言 衝突妥協進步 一定要衝突 他是主動會製造衝突的 這個我不曉得研究民進黨 我對民進黨瞭解 他是主動出擊刑的 他面臨一個困局的時候 他會製造 而且他基本上製造事件 他都以自己作為受害者 然後培養出一些受害者 然後從這個出發點 然後他又往前往前跨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於賴清德的 五二零這一關要過之前 我覺得他這個都是跟賴清德 在五二零他可能的表現 作為一個等於說蓄意 蓄意製造出的 一個兩岸衝突事件 五二零賴清德的開局 就會是那種 我們被欺負了必須要團結 就是這種團結的概念 有一點點小小的悲情 因為我們很小 所以我們要更團結對不對 就是一個澤倫斯基的 被欺負的感覺 准澤倫斯基的2.0的概念 這個是民進黨的 基本上你過去研究 民進黨怎麼在台灣 這個社會這樣子 這樣子的發跡的 最後成長茁壯 最後竊取政權 然後再接下來 把國民黨抄家滅族 就是這一套做法 他是會主動 他會主動去製造事件 然後主動控制那個事件 然後最後他就是一個被迫害的 那我覺得現在這個就是 一個新的開 又是一個新的玩法 又這樣子 我最後簡短的問 這個介老師一個問題 就是在這個事件發生到 現在為止三個禮拜 好像沒有人關心 金門人的感受對不對 都在看兩岸 民進黨美國等等 你覺得因為介老師 過去是在金門服役的 金門還有相當的瞭解 您覺得金門人會怎麼看 我覺得金門人基本上 他也很清楚 民進黨 他也很清楚 就是說這個事情 可能的發展 關鍵還是在大陸 大陸我覺得不會以金門為目標 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改變兩岸關係 根本結局 或者說對大陸 對金門實行軍事的行動 是基本上是不會的 那事實上的話 閩台融合方案的話 金門是核心 那中國大陸 民進黨也是各種的 藉這個機會 在金門出這件事情 也把閩台融合方案 把它搞黃 那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大陸看起來 對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有一定定見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突發性的事件 那基本上就是說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陸不會在這個時候 做大動作 可是大陸的重點在哪裡 在520 也就是說離現在兩個多月 他不會在這兩個多月之間 會把這個整個事情 很多做攤牌的事情來做 可是我覺得520 還是大陸在等的一個 在看作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在520 那在這個過程中的話 現在的動作不是沒有動作 事實上這個海警船 也出現在台灣東部水域 對不對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現在這個 劉武電這個蘇峻 然後在大陸 在金門附近 增加海警 甚至這個海軍的力量 常態巡查 可是呢 原則上不會影響 兩岸透過金門的 各種友好的交流 基本上是不要破這個局 不要讓金門成為這次事件的 一個犧牲者 因為金門一直被塑造 是兩岸一個友誼的橋樑 所以我覺得大陸的政策 可能也是抓得蠻緊的 然後那實際有沒有動作 有動作 有動作 那這個動作也是 民進黨當局 他沒有辦法做強力回應的 那他就是假裝沒發生 對 到520還有兩個多月的時間 時間也蠻長的 可能會發生很多事 好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 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神聖大使 無人工添加物 買雨 出品 無人工添加物 有 無人工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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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工添加物 未能工添加物 未能工添加物